民眾站在車門附近準備下車 等到公車停靠後 一名身穿黃色外套的老翁 重心不穩 直接往左摔倒在地 一旁的民眾嚇到 趕緊將他扶起來 不過等到老翁下車後 他沒走幾步卻又再次倒地 公車司機趕緊下車查看 詢問老翁的狀況 不過卻有民眾檢舉 駕駛在轉彎 停等紅燈和靠站的時候 都會緊急煞車 才會造成老翁跌倒 司機卻只是站在一旁 沒有上前幫忙 16號早上8點46分左右 基隆一輛公車 從愛三路右轉人愛路 停靠二性循環站時 有乘客跌倒摔傷 不過市府公車處 調閱行車紀錄 公車轉彎的車速 大約是每小時5到9公里 沒有緊急下車 公車處也指出 老翁是被後方的黑衣男子推擠 才會跌倒 當時司機也有下車詢問 是否需要協助 不過老翁沒有回應 因為車上還有其他乘客 司機才會開車離開 不是每個乘客都至上 我們要看事實了 有的人沒有看到 前面就看到後面 就污衊這個司機 就司機就很不公平 市府公車處 目前已經告知駕駛 除了詢問乘客的狀況 還應該評估 是否需要叫救護車 而不是直接離開現場 公車處將會加強駕駛的教育訓練 提高應對緊急情況的能力 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TVBS新聞劉欣奎 陳家彤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